当你用皇帝视角打开狼牙榜 那真是带不动 没有一个儿子能用 大家好 我叫萧雪 是个皇帝 我总共有九个儿子 可每个儿子都有问题 二儿子做腰死太早 二儿子出生腰折了 三儿子残疾 腿不好 四儿子人傻 是骂宝 我儿子这人好是好 就是华族混血 不好搞 皇帝这事他干不了 再往下数六七八九 要么就是脑子不好 要么就是年纪太小 人家是龙生九子 各有不同 我是龙生九子 气到发疯 就说今天在养居殿 那是太子 豫王 晋王都来了 主打一个皇帝的命 不是命 皇帝是什么 皇帝就是24小时 全年无休 在皇宫里待命的特种兵 而且今天这个妈宝太子 跟他母妃谋害郡主一事 说实话 我从没想过太子 敢做这种事 因为当初选他当太子 就是因为这孩子 是个妈宝 主意少 真是有啥事 人家也是孝顺为先 不会一巴掌 把我给干倒 他就是这么个太子 我之前还简单地以为 他只是没有治国的资质 万万没想到 他还是个傻子 如果母妃 他要是有事 这该怎么活啊 不活 就不活该恨啊 你说这事弄了当时 我能怎么办 自己选的太子呢 真是哭着也得把他扶上岸 但关键的问题是 太子跟他娘 这次得罪的不是一般人 他们娘俩 给人家云南幕府的 霓皇郡主下药 想着用这种卑劣的手段 把生米煮成手饭 然后吞下云南幕府 这十万块金砖 不是我真的非常想问问 你们娘俩 是不是一两脑子也不转 这霓皇郡主的含金量是挺高 但他一个人能遇十万铁骑 你今天要真把他煮成手饭 他一个人就能把你武灵给掀翻 更何况 做这件事的还是太子跟他的母妃 这多影响太子的名声地位 这今日霓皇有事 你白死莫属 连太子的名声地位 都会被你牵连 这愚蠢之鸡 愚蠢之鸡 反正太子这边吧 也不知道是智力的问题 还是基因的问题 不过优缺点也很明显 缺点就是太子 不会成为一代贤王 幽脸就是在我有生之年 他不会给我一个大臂豆子 所以那天在对太子 跟他母妃的处理上 我选择将月桂妃降级为贫 移居清丽院 无止不得出 太子就禁足三个月以示警告 这边处理完太子 我就看着下面跪着的另一个皇子 皇妻子萧景眼 这才是个顶级白耳狼 胳膊肘永远向外拐 我看你也别姓萧了 你直接姓林算了 就因为12年前林家的痴烟逆案 这孩子心里就一直对我存有成见 只是他平时不说出来 哎不是我可以理解你脾气直一根筋 但谁才是你的亲亲父皇 你心里得分得清 你也看隔壁四大爷 他儿子就是替罪臣求个情 就被割去了黄代子 那你也想被我割去了黄代子 敢去做灵蟀的儿子 景元 你可知罪 隔壁四大爷 他儿子就是替罪臣求个情 就被割去了黄代子 那你也想被我割去了黄代子 敢去做灵蟀的儿子 景元 你可知罪 问他你可知罪 主要是因为今天的事情 发生的有点蹊跷 就今天太子跟他母妃谋害郡主一事 全靠这个白眼狼 萧景元 及时冲进招人宫 才没有酿成祸事 但你想一下 像这种一根筋的白眼狼 他在我们家的亲密关系 那是处得一大糊涂 基本上就属于爹不疼 兄弟不爱 宫里也没人把他当成一盆菜 就在这种潜力下 那他是怎么知道 郡主在太子的招人宫有难 进取相救 到底是谁投了两个硬币 让他的应变能力占领高低 可我问他 他支支吾吾说不出话 要是你这个混血王子的话 那还是能说得通 这人就是我们家老虎欲望 这孩子真是哪哪都挺好的 就是这个血统让他输在起跑的 他是我跟华族的玲珑公主所生 虽然也是我的 但是在血统方面 有那么一丢丢的不纯正 但该说不说 这孩子办起事来 那真是顾大局 十大体还心思细腻 你就说今天郡主这事 他先是看见太子 带司马雷进招人宫 当时他是觉得 外臣尽母妃的内功不妥 所以找人查问 发现郡主在招人宫 发现郡主在招人宫之后 他虽想进去看看 但他做得非常有分寸感 他没有动用侍卫闯宫 而是让景延这个皇子闯进去看 如果真发生了什么 那也是自己家的事 自己解决 把舆论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如果里面没有事 那就是皇子闯宫 就磕几个头赔个罪 也犯不了什么多大的忌讳 你看这孩子的脑子长的 那真是南北很通透 能做到这个进可宫 退可守 欲望景环品差异常 及时决断本心甚畏 可赏锦断白皮 黄金千两 南珠一壶一次奖励 虽然那天给豫王赏赐了很多 但我心里知道 这孩子要想入主东宫 当太子当皇帝 那对他来说 还有一条DNA的距离 之前扶持豫王 本就想鞭策制衡一下太子 可现在的问题是 太子的智商还没有浮起来 豫王已经在朝堂上自称一派 自要是牵扯一点 朝中三省六部 关乎他们利益的事 那俩人就斗得跟乌鸡眼似的 我不是说看他俩斗不好 而是你们斗归斗 吵归吵 能不能别影响民生 别阻碍我推行国政 就说这两天的宾州亲帝案 这俩人就又开始争着主审 庆国公一案 太子殿下 不是在东宫禁足读书吗 怎么朝野上下有什么动静 还知道的这么清楚 父皇让我禁足读书 没有禁止我参与朝政啊 你什么意思 难道你想让我 永远困在东宫不成 都给这出口 老子属到三 谁再跟我讲一句屁话 我马上让你躺板板 庆国公宾州亲帝案 是个什么案子 那是我安定农耕的国政 宾州亲帝一案的后面 藏着千千万万的农耕和民生 这个案子办不好 后面的事情就没法善了 当然我也知道 这个庆国公是豫王的人 豫王想闪这个案子 不过就是想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太子想闪这个案子的原因 就更简单 无非就是他自己想做大做强 然后逮着机会 就把豫王手里的人 都给作死了 一直想着让太子 跟豫王双向制衡 没想到遇到事情 这俩的各怀鬼胎 我根本没有纯尘可用 可就在这个时候 我身后的大保镖说 庆国公全高位重 他的案子 就算是三司会室 也总得有一个 把持得住的皇子 把持得住的皇子 镇的皇子好像有九个 陛下还是劝劝两位殿下 总得有人让步啊 如果我有九个皇子 为什么要用 那两个心怀鬼胎的逆子 那个脑子一根筋的 晋王不是也在京城吗 陛下 臣说错了吗 你说的没错 晋王虽然是个 一根筋的白狼 但好歹是个皇族 血统还很纯正 这个案子既然需要皇族作证 那晋王那个不懂 人情事故的倔脾气 刚好适合坐在主位上审 对对对 就是他的 高战 在明日老晋王进入 好啦 点赞两万继续跟 我是你脑洞 清淡淡看剧的喜子 今天在家里吃了 螃蟹 辣椒炒肉 香肠 还有炒白菜 关注我关注我关注我 好 互相的 城寨 女人 对对对对对 és 宁寂 载 关注我们的